大家好,我是小胖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见惠的强强对决 观点方是珍宝格,对待方是明秀元 那宝格这边上的是一个盘斯武装的双锋配合着石头领加神灵 开了一把风阵 那明秀元那边上的是一个大堂神灵的女儿国标 开了一把虎阵,极限大克的观点方风阵10% 咱们看一下这场比赛 谁能拿下 明秀那边有一把大克的话还是比较舒服的 唯独就是他开了一把虎阵 开了一把虎阵的话 这个一锁对面果然是没拿到 仅仅拿到了一个全场的二锁 观点方武装官是抢到了一锁 咱们看一下对待方没拿到一锁 怎么去玩吧 毕竟女儿村没一锁 他这个牵制力是非常的有限的 只能对待方率先进攻了 还是那句话 国标跟212你就别打消耗 直接点他就完了 直接干观点方这边的尸陀 或许光光 一滴血被反死 点了那个抗反阵的经脉 所以最后是一滴血 倒在了地上 死在楚河看见中间了 这个位置选择的 清清凉凉 那观点方就继续耗背 接着依靠神木领 在家前排宝宝 继续亲宝宝 或者是宝宝这边 可以打得暴力一点的话 就是去强压对面的大唐官府 就是去强压对面的大唐官府 让自己的节奏更舒服一点 但是观点方这边是选择 强压女儿村 强压一个双坑位的女儿村 而且对面女儿村并没有医塑 直接就把这个女儿村给弄死了 那后续 观点方这边需要考虑的 就是一个 手势的问题 对待方还要加快自己的进攻脚步 很明显 宝格这边的这种进攻欲望 非常的巧 一旦你把自己的进攻节奏拖下来以后 那你就进入了一个挨打模式 所以队长方也要把这个节奏提起来 现在的问题关键在于对面 怎么才能把自己女儿村 拉起来 继续守着女儿村的尸体 观点方四个宝宝 观点方四个善恶是全场速度最慢的四个宝宝 四个全是 最起码是在面对明秀园的时候 观点方这四个宝宝全是归宿 对面没有比观点方速度更慢的宝宝了 四个呀 四个这么样的宝宝 你怎么去拉起女儿村 一个两个的话 你还说尽快的把它清掉 也就算了 这四个可以是有点开多了 石头先变身 您这说 再给大唐丢一丢 观点方这边物理系速度也要抢一抢 毕竟开的是一把风筝 风筝本身 风筒位 它是有5%的速度加成的 观点方也需要这么一个物理系的速度 关键时刻啊 给一把象形什么的控制一下 大唐 也能防点杀 出地厅的时候 也能保自己的地厅 所以这个物理系速度很关键 这一顿乱拍 你看这全是龟宿 全是龟宿 这个时候对面大唐的宝宝是全场速度最慢的了 对那方出了个龟中龟 你是龟宿 我是龟中龟 一个比一个龟 这个时候观点方静疗没给上 对那方也没有赶给女儿村活这口血 就猜测观点方这边可能给静疗 再加上化身世 现在人心也没有提起来的 女儿村活不活这口血 倒是也无所谓 等稍后人心叠起来 活这口血就方便很多了 现在观点方要做的是 怎么把大唐这个宝宝给他清掉 这个三号位的宝宝 这个宝宝不清 对面女儿村就可以无限次的拉起来 那观点方直接给你掏进去了 因为武装罐封印 有两个另类的特点 一个是他可以套神技 就你这个宝宝比如说有高级神技 武装罐也是可以套的 第二个就是他套中以后 你不可以使用物品 武装罐金脉第六单 莫宝的效果 套中了以后你不可以使用物品 这宝宝直接飞了 要不然还得卡个五龙单给这个宝宝 对面女儿团拉不起来了 日月情况再逃大唐 对面还得给这个宝宝卡个五龙单 让这个宝宝去拉起女儿村 观点方给宝宝认武魂 这么针对啊 太针对这个宝宝了 那观点方这么针对就是不轻呗 不想轻大唐这个宝宝 你看这所有宝宝 观点方的师傅也好什么也好 都没有去说 我非得把这个三号位宝宝清掉 卡一个五龙单 头上有无魂 宝宝一直坚定一点 哎呦 还真不坚定 还真重了 舔过来了 断线木偶 还是蛮好用的 但是断线木偶还没解掉 哎呦 这个就难受啊 还没解掉 拿捏了啊 观点方地时会和直接一段地厅 被秒飞了一个 那一个地厅威慑里就没有那么强了 啊 观点方换个宝宝来拉女儿村 但是你换个宝宝拉不起来 换个宝宝他不是归宿呀 啊 对那方不太敢用这个三号位拉了 啊 但是他这个断线木又重了 啊 没有了女儿村 防这个地厅 稍微有点不太好保 啊 仅仅是稍微有点不太好保 化身色也加了杜杰金身 啊 也加了战敌 对面地虎选择罗汉啊 加了战敌了 不是杜杰金身啊 真 震着眼说瞎话 啊 就说我 看一下观点方化成死 点的是哪一套金脉 杜杰金身还是猪天康护的啊 点的是杜杰金身的 那对面大唐导地 现在宝格这边的优势可就有点大 啊 只不过观点方后续没有力量 到十一回合 大家就一点零元 啊就一点零元 你再出地厅 你也没占底了呀 啊 所以清场的话 还是有点不太好清 啊 女儿窜 直接投酒 来一把金清化身色反手 先管一下女儿窜 其他人物赶紧补宝宝 啊 现在别的不说 太要宝宝了啊 太需要宝宝了 观点方又给了一个敬聊 化身色 别行动失败了 哎呦 三个问号 行动失败 没捕宝宝 对面选择了用进攻去做一个防守 小索直接挂出来 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什么林单抽一下 感觉观点方式 绷不住的啊 直接倒地 明秀那边 思路跟以前不一样了 以前的明秀员 可能这个时候就赶紧补宝宝 赶紧棋子 就硬防 但今天的明秀员选择了用进攻做防守的方式 我直接把你的石头领摁倒了 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 那这样的话其实对面压力小很多的 啊 再加上队长方手里还有一点延长 给石头领吃一吃 啊 石头领在 地上啊 躺上五个回合 队长方就足够的时间去做恢复 啊 再换个地厅 坐一下牵制 占地一家 观点方这边还得分出一部分精力 啊 去照顾这个地厅 但是你要知道 观点方这边 它是没灵源的 啊 刚才就那点灵源 观点方这边加了战地和这样另起了 啊 所以观点方面对这个地厅 还有点无奈 啊 你还有点无奈 你没扯的 观点玩笑 咱们看一下 啊 好像也秒不出什么数据 这一个战地不太行啊 不过没关系 啊 马上就到了下一个灵源周期了 啊 16回合 马上来到 风卷残云赶上罗汉 但是对面牛儿吞 还是再次倒地啊 再这么打下去 我怕 明秀也那边九转吃不起 明秀那边的牛儿村啊 从第三回合开始啊 一直被压到了现在 就没有说好好的在场上站一会儿啊 啊 到了第二个 灵源周期 观点方这边又换出了一个地厅 等一个16回合的灵源 看一下这个地厅究竟是片对面的尺子 还是观点方真的想进攻 嗯 我感觉片尺子的概率会大一点吧 我感觉片尺子的概率会大一点 打了一针 紧接着观点方又换出一个地厅来 啊 对面地主依旧是选择了延长 没有人尺子 那这个地厅果然是骗的 啊 因为观点方紧跟着又出了一个地厅 那可能这个地厅 才是要啊 真的要进攻的地厅 只不过 你被打了一针 盘斯的这点战跌 它是加不出来的 哎 好像还可以啊 运气不错 把观点方这个地厅下滑下去了 那这样的话 明秀那边其实就解除了危机了 啊 不然这个地厅哈出去啊 明秀那边又难受了 别的不多说啊 别的不多说 只要能压死女儿窜 宝格刚才那个地厅的任务就完成了 啊 但是无奈啊 被利皮下滑道 对面直接小嫂反手 就要点杀观点方这边的武装罐 继续啊 使用这种进攻的方式 去做一波防守 但是一旦等到观点方武装罐倒地 双方其实啊 啊 这么一个进攻和防守的局势就已经发生了转变了 现在明秀进入优势期 啊 宝格这边进入防守阶段 双方现在位置 18回合的时候 发生了转换 宝格确实是啊 给明秀那边造成不小的伤害 你看明秀那边是药吃的 啊 吃了大量的药品 宝格这边 那感觉药基本就没怎么吃 20个18个18个20个18个啊 还有两个点是买药 啊 最多的也就吃了两个药 基本没怎么吃药的 但面对国标的时候 药不要的不重要啊 这个药不要 面对国标的时候不重要 二十二本身消耗能力就强了 国标还是以点杀为主 宝格确实用孩子拉起尸陀 嗯 舌头这边 看看是先飞机呢 还是直接补一个宝宝出来 啊 现在观察宫这边也缺宝宝 不过现在明秀那边清不了场啊 他国标一直清场的力就差 一点零元 两点零元 这个没有零元 大唐有一点零元 这是国标一直存在的这么一个问题 清场能力差 但只不过宝格想找到刚才的那种进攻节奏 是犹大不太可能啊 当对面啊 在那么劣势的情况下啊 进行反点观察方失陀的时候啊 其实明秀已经是放手一搏了啊 没想到效果打出来了 断掉了宝格的进攻节奏啊 这就为什么说有的时候大家老是在那等状态 刚才明秀已经残扯乐德性了啊 那一把点杀还是能挽救局面 那平时状态那么好就是不点杀 哎 这个就头疼啊 哎 对面给大唐卡了一个五龙三 化身随口活 防止观察宫这边的进聊 有没有宝宝拍一下 其实拍不拍也不重要 啊 看一下队长宫有没有宝宝去拍 我个人感觉拍不拍的也不重要啊 只要不中进聊 中个催眠无所谓啊 无非两回合动不了嘛 哎 对面还是用宝宝去拍了一下啊 还是用拍了一下 那观察方这边也想缓一下局势 给对面吃了一把大象啊 这就是咱们前期说的啊 抢这个物理系速度 关键时刻确实很有作用 第一可以保地厅啊 第二可以防点杀 又换地厅 大哥你手里又啊 手里还是有零元的 刚才16回合那点零元 用的不太到位啊 再换一个地厅 这个地厅基本没什么用 再等一个24回合吧 啊 再等一个24回合 哎 又换了一个出来 又是一个骗了啊 就一号位骗 三号位是真实进攻 跟刚才那一段地厅是一个套路啊 只不过刚才运气不太好 咱们看一下这个地厅怎么样 啊一把三票 只要运气加了 盘斯没有沾笛 只能是选择笑了一下 对那方的愤怒 化身色也加沾笛 地厅这边 选择了修罗隐身 藏一手 给了自己的大堂 观战玩笑大偏了 啊 这个观战玩笑肯定是点着对面大堂秒的 啊 但是对那方来了一个修罗隐身 把大堂藏起来 哎呦 清掉几个宝宝 感觉这个地厅也不亏了 啊 清掉对面三个宝宝 这地厅不亏 大堂现在进入平衡模式 啊 有隐身以后 他就不能用技能了 啊 都是一些小花招 太多了 呃 现在宝哥急需找找到对战玩一个实体单位 啊 还是得找 打面上一定要配合点杀 哎呦 两个人同时换内厅了 抢一个24回合的节奏 那观战玩有武装罐 哎 这就是优势 相思汉城打给团色 武装罐 哎 有武装罐 天体捅手给一给 这就是优势 对面就得做防守 用石头和石木来加战梨 地厅肯定是全磨的嘛 啊 不然的话出来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了 关张玩笑 天体捅手保住我 石头加战梨 啊 石木加战梨 平 哎 天保护 没出漫天 战梨加上 哦 这个比法鞋的速度要快啊 那这一把战梨好像威力也是有所欠缺的啊 对面 人家队长方也是扔过尺子啊 开玩笑呢啊 对面也给你扔过尺子啊 哎 如果石木能加上这个战梨 可能 效果 会好一点 就是说废话 肯定多个战梨效果会好一些 啊 洛爷小小 速度 就是给石头配的 他们现在这个地厅的加点方式啊 各种各样的啊 啥速度的地厅都有 现在的节奏 又回到了宝格这边 啊 但你要知道宝格 拿到这么个节奏 是牺牲了自己大量的地厅换来的 啊 才有这么一个 地厅一直在牵制对战方的操作啊 一直在牵制对战方的操作 一旦观战方这边地厅没有打出效果的时候 就是对面防守反击的时候啊 说句实话 这几个地厅出的呀 没一个打出效果 还不如第十回合那俩地厅啊 除了第十回合 观战方出的第一步地厅 效果打出来了 后边其实都一般 啊 每一次出地厅都很少 地厅本身就是个双刃剑 啊 你不用他吧 你还不行啊 你用他吧 容易被他反噬啊 感觉对战方啊 啊 大唐这个隐身咋还没结束呢 大哥 你这再不结束就成个平衡小兵了啊 下一个回合啊 下一个回合 大唐的隐身就要结束了 结束了以后就可以进行贬杀 那观战方如果是 呃 还想继续 保证自己两个输出 可以顺利出手的话啊 我感觉天地同兽 确实是一个相对不错的选 啊 给十佗打上一个天地同兽 也就还行 哎 观战方武装冠 好像有点绷不住 哎 我观战方武装冠 这是没带法防领事吗 怎么的 怎么跟这个 盘斯秒过来 数据相差这么多呀 哎 你如果不带法防领事 这比赛可不好打的 啊 哪有武装不带法防领事的呀 打盘斯400 打武装2000 啊 这个数据已经不是一个法报能 法报的差距了 啊 这一定是法防领事的问题 观战方再还地厅 啊 你这换了 好像 有这样的一起 有战敌 有战敌 好像还行 小索王接着来 再点上 观战方神木 观战方这边是给师妥卡了一个五龙三 啊 神木没人管了 163啊 神木只能靠自己救自己 来 163出发 情侣三叠 那没了 嗯 这163面对情侣三叠 确实是有点力不从心 拉起武装 下回合可以加这样练起了 哎 选择了这些情况 先套一个这样练起 加上 看看这个地厅的意志力 有没有很坚定 战敌再加一个这样练起两把战敌 这个是给劲的啊 直接哈了吧 罗汉盖出来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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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这这中了 断线木了 舔过去了 没能哈出去啊 那对战方就接着点呗 啊 你不能再给宝格机会了 啊 你不然这宝格再消耗消耗 你没要了 没要了 你是真打不了 啊 提虎 提到自己身上 小嫂直接点 这就对了 啊 你这不点宝格 这面上再打两圈 对面直接就空药了 啊 这每个人都成个位数了 还不赶紧进攻啊 这没要的时候再想进攻 我怕你血线都不够 啊 疯狂音机 又是一圈面伤 宝宝再飞一个 能不能飞到大唐 可以 天下保护 贴不住 大唐倒地 沈木林选择一把封卷残云 一万一 关键时刻 沈木林还是给了一把劲 啊 直接一把群苗 暴击一万一把关键和尸桶给弄死了 哎呦 那这个情况又不对了 啊 那这个情况就又不对了 关键和尸桶 你倒地 跟没倒地啊 那就是两个问题了 对面鸟串 也是赶紧把自己的最后一个宝宝换出来 两个输出全部倒地 宝哥这边进攻节奏彻底断掉了 对面虽然也没什么要了 但关键方也没什么输出了 他们这个地亭可太多了 几乎每一回合都在拉地亭 大到后期 有的时候一拉还是两个 小爽接着挂啊 就连续点啊 就这么连续点 哎呦 刚才那个沈墨啊 这把封卷 太赚了 一个人 单单的就把关键黄石头给带走 宝哥感觉都快哭了啊 慢速地跳 这个地挺厉害啊 比什么速度还要慢 杀了一匹再跟 关键玩笑 关键黄武冲冠 没了 因为这场比赛 刚才是说过 关键黄武冲冠没有带法防领士 或者是说带的法防领士 不够多 化身似都被秒了一万一 七千四 哎 化身没了 武装没了 就剩下个盘斯了 化身色最后一下被秒了七千四 这几下 把宝哥这是要带走了 这宝哥没了呀 输了 手里的药是很多 但是你这三个小死亡你怎么搞 两个地挺直接换换换换出来 换带方盘斯 唯一的防守手段啊 就是换捷处 没别的 你这一个尺子啊 就至于盘斯手里的那一个尺子啊 给对面 哪个地挺都没有意义 只有幻金术能保住自己的小命 换一波特技 走了一把 弯金术啊 断线猫人 五箭地狱也开启了 感觉这个比赛时长有点不太对 战敌加上物理地停 物理地停 靠吧 直接把关键方化身色带走 那你物理地停 你这幻境数就没用了 行了 加快速度 不然这比赛时长有点太长了 直接哈 结束了